欢迎订阅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镀音电影之夜正式宣布王一博为嘉宾出席 在2023年6月5日的更新新闻中 镀音电影之夜活动正式宣布王一博将成为特邀嘉宾参加 这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是一个喜讯 他们一直期待着与自己的偶像见面的机会 镀音电影之夜活动预计将于6月8日下午4点30分中国时间举行 这是粉丝们与王一博直接互动和见面的绝佳机会 这一消息在粉丝社区中引起了极大的兴奋 许多人对与自己的偶像见面的机会表达了期待 作为一位多才多艺且魅力十足的明星 王一博在全球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镀音电影之夜不仅为粉丝们带来了与王一博见面的机会 还是一个探索中国电影文化和其他杰出年轻人才的机会 这是一个备受期待的活动 希望能给参与观众带来许多有趣的体验 有了这个消息 王一博的粉丝们可以准备好参加6月8日的镀音电影之夜活动 有机会在一个美妙的电影空间中与他们的偶像见面 在关于王一博参加抖音电影之夜的宣布之前 粉丝社区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和论坛上传播了这一消息 引发了巨大的喜悦和兴奋 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帖子在数千名忠实的王一博粉丝中 获得了许多点赞、转发和评论 王一博 英文名为王一博 是中国一位多才多艺的知名艺人 他以歌手、演员、舞者和摩托车赛车手的身份为人所知 通过他在电影和音乐事业中出色的表现 他吸引了全球观众的关注和热爱 抖音 国际上更为知名的名称是TikTok 是中国和全球范围内非常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 他允许用户创建和分享短视频、音乐、视频日志和其他创意内容 抖音电影之夜是由抖音举办的一个特别活动 旨在表彰和发掘中国新进电影人才的潜力 王一博在这个活动中的出现意味着 粉丝社区将有机会与他直接见面和互动 这是一个珍贵的机会 可以向他的事业发送祝贺和支持 同时也可以欣赏到这位才华横溢艺艺术家的特别演出和有趣的对话 王一博的粉丝们正在倒计时迎接6月8日的抖音电影之夜 希望这个活动能带给粉丝们最欢乐、最难忘的笑声和回忆 以及令人难忘的时刻 伴随着这份期待 粉丝们也希望王一博能通过这个活动继续带来惊喜和难忘的体验 抖音电影之夜不仅是粉丝们与王一博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也是一个重要平台 用来发掘和鼓励电影领域的年轻潜力 这个活动可以为那些热爱艺术并渴望成为未来明星的年轻人 创造新机遇 王一博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娱乐界的偶像 他不断在音乐、表演甚至摩托车赛车等多个领域探索和挑战自己 他参与抖音电影之夜必定会给观众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和有趣的交流 在6月8日这一天 成千上万的王一博粉丝将涌向抖音电影之夜 表达他们的支持和爱意 这个活动不仅是与偶像见面的机会 也是创造难忘回忆并加深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特殊情感的机会 总的来说 有王一博参与的抖音电影之夜必将给艺术家和粉丝们带来有趣而难忘的体验 这是一个展现王一博在娱乐界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机会 也是他对粉丝们热情支持的感恩之词 在抖音电影之夜中 除了王一博与粉丝的直接互动交流 还会有许多其他特别活动和表演 活动主办方已经宣布 王一博将进行一场特别演出 他将展示自己的舞蹈才能和表演能力 粉丝们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精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非常期待 此外 在这个活动中还有其他活动 如与观众交流 回答问题以及分享王一博在艺术生涯中的工作过程和经验 这对于粉丝们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有机会更深入的了解他们所喜爱的艺术家的理念和艺术观点 抖音电影之夜也为其他年轻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展示才华和与王一博交流的机会 这证明了抖音在发掘和支持新兴人才方面的承诺 同时在娱乐行业中创造了一个充满创造力和多样性的社区 这个活动不仅承诺为王一博的粉丝们带来有趣的体验 而且展示了抖音在建立多元文化和艺术的舞台方面的重要性